昏暗的房间里 男人正在驱除村民身上的邪碎 没想到神秘咒语刚念出 周遭邪气就生化成了绿色烟雾 还形成强大气流钻进了男人的长路 眼看男人就要被反噬成白眼怪物 没想到却靠着自己的特殊体质 将邪气孵化成青蛇从口中吐出 与此同时村民体内的邪碎 也幻化成黑蛇与之争风相对 男人见状急忙使出杀手锏 就这样黑蛇被当场秒杀 看到邪碎被驱除 男人便来到村民跟前查看情况 没想到青蛇却趁其不备来到了女儿身边 就在他好奇地上前抚摸时 却被父亲一把抓住 不料青蛇却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男人名叫老黑 是当地十里八乡有名的老巫医 更是凭借着顶级黑巫术医治了无数百姓 可他的妻子却被青蛇咬中脖梗不发身亡 对此老黑悲痛欲绝 他本想灭掉青蛇为妻报仇 没想到却从衣柜处瞅到了自己的舌头手杖 此时女儿正害怕地蜷缩在角落 老黑看到此情此景悲喜交织 他知道女儿遗传了自己的特殊体质 就开始传授他毕生法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 女孩也掌握了其中精髓 就在他为村民去病消灾时 却无法像老黑那样驾驭邪恶力量而遭到反噬 他两眼翻白浑身抽搐 老黑第一时间找到老岳父居邪 死人也是一名医术高超的老巫医 他一看便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外孙的特殊潜力已被黑魔法激发出来 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 长大后将不堪设想 而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停止使用黑魔法 老黑听后立马答应金盆洗手 在老岳父的咒语作用下 女孩体内的恶灵终于被成功驱逐 从那以后老黑就开始吃斋念佛 至于那把舌头手杖也被搁置了起来 然而这天晚上 阿游却突然听到父亲的惨叫声 他赶紧跑过去查看 发现父亲早已被两名劫匪挟持 一名劫匪看到阿游 冲上去就想杀人灭口 老黑看到女儿有危险大声嘶吼 另一名劫匪担心身份暴露 直接将其一刀封喉 阿游健壮情绪崩溃 对着劫匪的脸蛋就砍了上去 没想到却被对方推倒在地不醒人事 等他再醒来时 父亲的头颅早已被劫匪砍下 并插在了大门之上 而这便是当地最恶毒的诅咒 俗称死魂守门咒 预示着一家人将永远与死亡相伴 此时家中除了阿游外 还有改嫁而来的继母和他的儿子 阿游的外公得知了诅咒一世后 就主动找到阿游的继母 并让他们一家搬到自己家生活 可继母作为外人并不想这么做 但热心的外公还是在临走前 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红包 此时门外也挤满了说三道四的村民 阿游看着不远处的外公和裹着纱布的男人 好像想到了什么 晚上阿游给村长送东西时 却意外看到了父亲的舌头手杖 对方说这是你父亲送给我让我保护他的 阿游虽有些疑惑但也没有多想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村长却说他外公想要卖掉他父亲的祷告室 间接意思就是他外公故人杀死了他父亲 目的就是霸占他家的全部财产 而这正好与刚才看到的围观人群相符 对此阿游也是半信半疑 为了早日解开父亲遇害的真相 阿游便来到祷告室祈求神灵保佑 殊不知随着他的长大 那些恶灵也在蠢蠢欲动 就在阿游祷告经文时 房间里的灯光却突然熄灭 与此同时几个恐怖木乃伊也现出真身 阿游只敢一阵后背发凉 便加快祷告速度寻求心理安慰 结果却召来了更多木乃伊 他们跟着阿游一起念诵经文 阿游听到身后传来声响害怕不已 但他还是转头看了过去 结果却连根鸡毛都没看着 阿游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长输一口气 然而下一秒 经此仪式阿游内心的恶也逐渐显现 第二天他来到服装店上班 没想到极度心爆棚的摊主胖妹 却心怀不轨 上来就说阿游用巫术招揽生意 客人见状值得拾去地转身离开 而这也正好给了胖妹可乘之机 他得意忘形地来到阿游跟前耀武扬威 咒骂他的巫师父亲罪该万死 阿游一听此话立马翻出白眼 掐着胖妹的脖子就往死里按 还好略懂驱魔的小哥鼎力相助 才将两人分开 可清醒后的阿游却对刚才的言行一无所知 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他再次来到了祷告时面壁死过 就在他穿上白袍准备忏悔之时 身后的窗户却无风自观 下一秒 一双纤细眉腿就乍现眼前 可在戏看时却消失不见 阿游赶紧闭上双眼 默念天灵灵地灵灵 等他再睁开眼时 阿游吓得直接跑回了家 此时胖妹正和老妈堵在门口讨要说法 驱魔小哥表示 阿游当时是被恶灵附身 并非她的本意 胖妹的老妈一听此话 更加咄咄逼人 直接将责任推到了阿游父亲身上 指责她就是个以救人为幌子 而修炼黑魔法的害人精 现在竟然让阿游来谋杀自己的女儿 为了给女儿出这口恶气 胖妹的母亲就怂恿村民 将阿游一家赶出村子 阿游不想事情闹大 就当着众人的面服软道歉 胖妹想到白天阿游中邪的猙獰模样后 也产生了莫名恐惧 她本想拉着母亲离开 可老母亲却不依不挠 不停咒骂阿游是魔鬼的后代 直到口干舌燥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好在有继母的阻拦 不然阿游一定会让她死无葬身之地 继母看着消散的人群 担心村民再次上门驱赶骚扰 就打算到阿游外公家暂避风口 可阿游却并不想离开这里 她认为这就是外公霸占父亲财产的阴谋 说完便气冲冲地来到了祷告室 祈求父亲在天之灵保佑自己 没想到眼前的帘子却动了起来 她慢慢凑过去查看 竟看到年幼的自己被恶灵守护的场景 阿游背下地赶紧脱掉白袍 没想到无数恶灵却从角落走了出来 还好驱魔小哥及时将他拉了出去 村长得知了阿游身上的怪事后 就说这些恶灵是阿游的祷告召唤来的 他们是你小时候的玩伴 现在是想帮你寻找你父亲的死因 只有你能看见并驾驭这些恶灵 阿游听后信以为真 当天晚上恶灵再次来到身边蛊惑 被惊醒后的阿游只敢一阵翻江倒海 这时胖妹的老娘正好在对着祭母撒泼 阿游背弃得怒火中烧 下一秒一条青蛇就从体内爬出 她静止钻进了老女人的裤腿 围观人群过来查看 发现原来的大白腿早已血肉模糊 村民认为这是阿游祭母的黑巫术报复 便再次来到她家闹市 黑乌鸦就冲到了家门口 同时她的眼睛也变成黑色 随后一条蛇就偷偷钻进了胖妹老妈的被窝 不多时她就变成了一具冰冷尸体 村民得知此事后 认为这又是祭母的黑巫术 就找到村长惩罚他们一家 祭母为了自证清白 决定去清真寺接受真主的考验 如果自己真的用黑巫术害人 那灵魂定会被困在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晚上所有人来到清真寺等待真相大白 祭母被白布裹住身体 她两眼一闭 灵魂瞬间就穿越到了地狱 在这里祭母看到成群的恐怖恶灵 他们狗皮膏药般追着自己不放 就在这时双眼煞白的阿游 却出现在眼前 恶灵们围着她正在跪地膜拜 原来另一边的阿游早已来到祷告室 她又召唤出了更多恶灵暗中帮助 祭母看到女儿变成了万恶之源 大叫着从地狱回到了现实 村民看到女人醒来 知道她没有用黑巫术 全都失望地离开了这里 可回家后的祭母却变得神情恍惚 因为地狱的剑纹让她久久不能平静 为了不让阿游越陷越深 祭母打算卖掉房产离开这里 可阿游并不想离开这里 还在恶灵的蛊惑下和祭母争吵了起来 她坚信是外公谋求父亲的财产 而故人杀死了父亲 因为父亲被杀当完 她曾撕下劫匪的一块脸皮 而出现在自家门前的围观哲理 正好就有一个包扎着脸皮的男人 当时外公还和她窃窃私语 结果话刚说完阿游就晕了过去 等她再醒来时 母亲已不在身边 突然一个人头滚落到眼前 此人正是砍下父亲头颅的劫匪 而这正是恶灵的先掌后奏 虽然杀父知仇已报 但阿游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她根本不能像父亲那样驾驭恶灵 反而被恶灵迷失了心智 现在的她已是身不由己 只能任由恶灵摆布 恶灵感知到阿游对祭母的怨恨情绪后 竟然吐出一条青蛇直奔祭母房间 回过神来的祭母为了保护儿子 抓住青蛇就疯狂摔打 此时阿游也终于清醒了过来 想到刚才对祭母的无礼 她赶紧前去道歉 看到祭母正在和青蛇奋战 阿游就想上前助一臂之力 结果却被祭母推倒在地陷入昏迷 祭母也管不让那么多 抓起青蛇就是一顿乱撞 直至青蛇不再动他 祭母才瑟瑟地向后退去 可在看时青蛇却变成了头破血流的儿子 原来祭母在和阿游争吵时 就已经被恶灵迷惑产生了幻觉 错把儿子当成毒蛇残忍害死 恢复意识的祭母 看着死去的儿子回忆不已 只得用上吊自杀来惩罚自己的荒唐行为 就此被诅咒的一家只剩阿游一人 等他再次醒来时已来到了外公家 看着眼前和善的外婆 阿游便将外公霸占父亲遗产的猜想说了出来 可对方却说外公不仅是个有钱人 还是个大慈善家 他才不会干伤天害理之事 一切全都是附在你身上的恶灵在作怪 他们吸食你的怨恨和愤怒 寄生在你体内 你越恨他们越强 以至于你现在根本无法驾驭他们 反而成了他们的傀儡四处伤人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把舌头手杖 所以必须举行一场驱邪仪式 将其处理掉 阿游想到惨死的家人痛不欲生 第二天外公先是来到祷告室查看了一番 并在房顶的暗阁里 找到了一个神秘包裹 里面放的正是阿游母亲的头骨 原来这才是死亡诅咒的核心 就是借阿游之手杀死全家人 而这正是用黑巫术害人的村长所为 外公静止来到村长家 他一把夺过舌头手杖 并警告村长远离自己的家人 村长看到心爱宝贝贝博 气得脑梗发作当场隔屁 晚上驱邪仪式正式开始 阿游再次看到了这个熟悉的面孔 想到那晚他和外公的窃窃私语 阿游始终认为两人油然 就在外公泼洒圣水驱邪时 阿游的恶念再次被恶灵激发 老巫医使出杀手锏 下一秒阿游就被舌头手杖的邪力腾空架起 他张大嘴巴贪婪地吸食着周围的邪气 怒斥外公就是杀父亲的幕后黑手 老人不知所措 只得将真相说出 原来村长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他曾是阿游父亲的师父 因为极度老黑的名声和财富 就高价雇佣了两名劫匪去偷舌头手杖 没想到在偷盗过程中却闹出了人命 为了防止事情暴露 村长就给阿游一家下了死亡诅咒 还不断诬陷外公是杀父仇人制造内哄 而被阿游咬下脸皮的劫匪 担心吃牢饭 就找到老父亲将事情全都说了出来 老人得知儿子的罪行后 就主动找到继母伸出援助之手 但最后还是没能减少悲剧的发生 原来外公从始至终就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在找到阿游母亲投骨后 才会第一时间去村长家 虽然外公没有杀害阿游的父亲 但是为了惩罚外公的故意包庇 阿游还是把内心的愤痕 喂给了眼前的舅舅 在阿游的控制下 男人先是砸死了老父亲 然后又亲手残杀了自己 但此时的阿游还不满意 还想将外婆活活掐死 没想到反被对方按住脑袋 随着一串串神秘咒语的念出 那些恶灵也化作邪气脱烤处 虽然阿游身上的恶灵已被彻底驱除 但罪恶的源头还尚在人间 为了不让某些人继续作恶 众人将舌头手杖装进竹筒 封印在了地底之下 其实舌头手杖就是一把双刃剑 在能驾驭恶灵的老黑手中可救治百姓 但在无法驾驭的阿游手中却四处害人 而村长正是利用这点 不断蛊惑阿游误入歧途 还好外公外婆及时发现祸根 才避免了更多伤亡事件的发生